大家好,我是沖神,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那么多进来的朋友,我假设你已经看过上一集的内容 如果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先去看看 否则你可能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 美国对娱乐和文化的霸权 他当年由支持黑暴到割席 好朋友被国安法起诉,自己默默陪伴等等的经过 对现今媒体的看法和例子说明 在黑暴事件之后对中央的体量和理解 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分析文革的原因和中共做得不好的决策 以及当年人民相信中国的原因 分析中国前领导人的软件和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识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去回我的网站 冲stop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去片 还有因为外国的娱乐产品 其实这件事很复杂的 逻辑是很深的 就是美国除了他们 控制了那个学术权威之外 他们还操控了这个文化霸权 就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到很多Netflix那些片 因为美国的资金 就大量涌入韩国 所以韩国那种 韩星的娱乐 又很蓬勃的嘛 而日本又仿照了 韩国那个模式 有一家 那种偶像公司叫什么 吉尼斯 哦 有听闻的 是是 因为当初就是 韩国那边又搞得很发达 所以日本就 仿照了韩国那个模式 又引入这种这样的偶像制度 然后日本本身 二战那边很多娼妓 所以它色情片 那方面的行业就很发达 是 那其实透过输出这种 纯粹为了多巴胺刺激的 这种这样的产品 其实某种程度上 正在毒害世界上的年轻人 令到这个世界的年轻人 沉迷在这种电子产品那里 无法自拔 从而就令到 现在新一代的人 我觉得很无骨气 嗯 就是当年19年 他们在搞那些所谓的运动 那时候 说得很有意气 是 而我有一个朋友 就进了去 被人告国安法 那哪个案子我不说 是 但问题就是 我那个朋友被人抓了之后 呢 长长聆讯我都去看 但是当初跟他说 出生入死那帮人 就毋毁了 嗯 你跟这个同学也是朋友的 那个同学很聪明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是 所以 虽然我跟他 不是特别朋友 因为他不是怎么读书的 我是群买一些读书的 但问题是 他给我的感觉很聪明 而我每一次跟他聊天 我都很享受 嗯 嗯 但是他这样都会去这些地方 其实都 骗到他 他 他的聪明 是聪明 但是 情绪那方面 我想说就是 香港的教育 另外一个事情 差都是在于 他对于情绪方面 怎样管控 没有去教 嗯 嗯 導致有很多学生 很多情绪 嘘着嘘着嘘着 而无法排解那时 2019年的事件 正是一个契机 给他去排解那种 不爽的感觉 嗯 太可惜了 如果那麽聪明 正常人一牢 可能 吃東西 逛街看电影 但2019年 剛巧他们营造到 那种氛围 是所谓的 我为了香港好 嗯 而那种情绪 会让他们觉得 他们在做正确的事 他們營造的那種群體是很有凝聚力,很給人認同感的 而這種是迷惑性很強的,因為它令你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麼 你也看得很透,想不到,靈靈一下 所以我6月9日之前,我還有少許支持那群年輕人 去到他們砌磚,我就覺得很不強,那群和理非為什麼不切割 我現在就講講政治,在我看來,政治是需要妥協 而且都很複雜,因為政治本身是講很多持份者之間 怎樣尋求一個平衡點,但問題就是 你既然和理非需要撤回那個條例,而政府它不聽你 就證明了政府肯定是有些渣渣,你威脅不了我 我才不聽你的,但問題就是 他們所謂那群勇武派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首先他們勇武派一來,你就這樣看他們都打不過那些警察 就當你打得贏那些警察,你就會驚動了解放軍 到時候解放軍一進場,場面就收拾不了 他們可能就是想這樣,等其他國家介入 那你求什麼呢?後來可能死了很多人 那群人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難道就好像柴玲那樣,哇你廣場那裡,我就希望你死人了 這樣沒有意義嘛,是不是? 還有其他國家進來又怎樣進來呢? 你香港的地理位置,難道真的美國會派一些艦艇過來嗎? 你看一下現在的尾巴衝突,還有紅海那個 湖塞武裝 湖塞武裝的事件,美國有沒有怎樣? 有的,碰過,紅海那裡 但是幾乎沒有什麼作用 你想想香港,你現在這樣的運動,一個人都沒有死 他就說太子站有死,就當你有一個人死了 或者我和你承戴一百倍,有一百個人死了 美國會不會派呢? 而因為美國,或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操控著學術和文化那方面的白權 就很容易影響到其他人的意識形態 所以這個就是我之後要講的一個點就是 我理解到中國政府為什麼要言論廣告得這麼嚴 因為擺明人家就要滲透你 你如果不理人家的滲透的話 整個中國是沒有自主權的 如果真是放權給一些媒體,他們的聲音發大 很容易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管制性 因為你也知道其實媒體 我想說現在的媒體,他們的職業操守很低 譬如說前一陣子的屯門,那個刀削麵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現在好像你拿著東西進去拍 別人又不可以驅趕你,開傘又說又捉到你 其實沒有苦的 其實那個什麼什麼C的頻道呢 其實它前身是蘋果 我不知道 它那種報導的手法 跟這個董新聞其實是同樣的那種煽動性 其實他們做一件很賤格的事情 因為他們專門進去那間店 其實那島上的家人 其實可能情緒那方面控制得不太好 但是問題就是那些記者就藉著這一點 令到那個店可以給別人進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察覺 就是他們專門是好像想辣慶那家人 就是令到那家人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跟著他們就可以煽動輿論 你可以看到他們那個影片其實是做得很煽動性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父子可能情緒方面有問題 就是他們的店可能都管理上或者野食上都有些問題 但是雖然不知道要上升到這樣的層面 你媒體講一句話 可能是會影響到別人一家人的經濟 就是別人進去吃飯 其實是靠你媒體怎麼說的 其實他們這樣是有些偏幫事主 還有很明顯不客觀公正 因為他們那種動新聞的講法裡面 其實那個挑動性是說得好像別人很囂張 自己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其中有一幕是有把姐推過來 其實你說法律那些我不是那麼熟 但問題就是她把姐捕過來 那個攝像機還要錄到那個女生喊很痛 正常來說有一個人找把姐捕 你會不會你的反應是很痛 我有點懷疑 不過有個女生這樣說出來 那不是的 比我姐都痛的 因為2019年其實 遮掩也是其中一件武器來的 都不錯的這件事 讀得都挺硬的 不過我就有一點懷疑 是否他們專門想要誇大別人襲擊這一點 當然 所以他們的操守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而且都很為流量 當然這個也是 現在這次今天也是流量為王 再看2019年其實差不多就是他們這班人搞起來 當然後面是有推手 不過就事實證明在香港來講 西方那種勢力或者民眾那種意識形態 是很明顯會反共的 這個我們是避不了的 但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跟一些 看似是王的 或者是王的朋友去溝通 我相信中國政府 絕對不想像中說得那麼差 他們很喜歡圈掩到 你中共很邪惡 但問題是 如果中共真的這麼邪惡 那當時2019年解放軍神組出了 還會任由你這樣搞來搞去嗎 還有就是如果看回中共的建國 還有之後走的辛酸路 其實我覺得中共已經是做得很好的了 就是整個政權來講 因為你在49年之前 日本侵華國共內戰 其實是搞得生靈淘灘 可能那些人都沒有幾餐溫飽 但是自從建了國之後 當然他們政治那方面 因為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來講 就是國家之後的路是很難走的 你上面有個蘇聯 如果你立刻民主化的話 你覺得蘇聯會不會針對你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全盆倒向蘇聯的話 你覺得美國或者美國那些人 會不會搞你 其實那條路是要探索的 是很難走的 你可以看到其實毛澤東他打仗很厲害 他搞中共蘇區很厲害 蘇區就是當時對抗國民黨的根據地 後來蘇區搞不定 長丁的去延安 其實毛澤東或者劉少奇那些 其實是很有能力的 但是他們中間有路線之爭 才搞出文革 還有很多人會說 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的歷史狀況是 你國民黨是有很多間諜 還有很多殘留勢力的 你如果不三反五反清理這些人的話 其實是後患無窮的 當然三反五反那個期間都冤枉的 死了很多人 但是這樣其實是確保到之後 起碼政治執行上沒有什麼問題 起碼中央下了那個命令 沒有什麼人反對 當然具體執行上做得好不好 這個當然是不好的 因為的確是造成了飢荒 都死了人的 不過我就有些懷疑 是不是真的好像外媒講到 死了三五千萬人 因為死了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是很恐怖的 而我也相信應該沒有死到那麼多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應該是 三億還是五億人 具體數據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這個數量級的人數 但是如果你死了三五千萬人 其實差不多是十百分 你試問如果一個國家死了那麼多人的話 人民會不會犯 當然會犯 但是當時那個社會環境是 那些人都很相信共產黨 但是為什麼會相信 其實不是因為共產黨洗腦呢 是因為的確切切實實地 有大部分的人都由此而獲得利益 或者真的得到了有一些東西 可能有些人是很窮的 貧農的 就是因為共產黨 他得了一些土地 過得沒有那麼慘 那自然那些農民會很感激他們 那你現在反而去大陸呢 隨便走進一家人的家裡 大部分都是很容易看到 是有毛澤東像的 其實切切實實地 就是中國的百姓某個程度上 都是感激那一代的領導集團 其實我覺得文革是很有趣的歷史 其實都相當於是一個大型的社會實驗 因為沒有人知道走這條路對不對 但問題就是自從毛澤東死了之後 鄧小平就是三上三下掌權 然後縮清了這個五人幫 那鄧小平就開始默默想著改革開放 而後來的確是執行到 而隨著後來江澤民他又處理了這個軍隊貪經商的問題 而江澤民那時候也是提出這個指導思想 這個是寫入檔上的三角代表思想 所謂的三角代表思想是什麼呢? 就是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第二就是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第三就是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金銘利益 其實因為當時引入了外資 而當時中國是要建設的 所以其實在江澤民那年代建了很多基建 本身江澤民即江主席都是工科出身的 而那一代的共產黨的官員其實很多都是有工科背景的 其實擺明就是共產黨想要做基建 起高鐵或者做一些很基礎的社會建設 做城市化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需求 在那個年代當然看不出這些標語有什麼用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但凡你回到大陸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中共以這些代表思想為指導 去作出的建設其實是很長遠的 你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以看到那個歐琴 所以其實這些領導人我覺得是很有智慧的 想一些事情都想得很深的 譬如說我覺得中共有一件事很厲害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打斷二百衝突的 中東局勢升級得很激烈的 前那半年中國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走一步很厲害的旗就是 它促進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 而這件事就可以令到中東起碼最大顆的人 其實是相對上團結的 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個衝突開始之後 中東就前所未我們團結 因為本身沙特和伊朗他們 順利派和十二派的教團之間是有一些衝突的 而中國是覺得 其實阿拉伯國家都是兄弟來的 沒有必要斷交斷那麼久 就促進了他們的長期建交 其實是令到現在中東起碼是 我覺得是有那個膽氣是相對上去抗拒美國的一些滲透線 雖然說中東其實美國的勢力都入得很深的 嘩你都看得很遠 你都真的很用心去研究這些東西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這些 我平時當作看新聞那樣 看劇那樣看這些精緻的東西 明白 不知道 然後我就講到江澤民 後來胡錦濤他那個代表師 是科學法戰功 現在我們這個年代都很講科技 那是不是證明十幾年前的共產黨很有觸覺呢 而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歸功於這個 中國傳統文化的那種智慧 嗯 我覺得朱子伯家是很值得研究的 是 儒家我們中學那時候都有讀 但我覺得儒家其實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它會導致一樣東西就是很多撻鞋子 為什麼呢 好了 由於片場的關係 今集的內容去到這裡就完了 下集回來繼續有精彩的內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聽原汁原味版本的網友 可以去回衝出來播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4年4月19日的直播看回 對於節目內容 有不同見解的網友歡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記住 做過文明的網友 注意延遲 想在直播節目 又或者通過錄音在這個平台 跟大家分享資訊的話 不妨通過畫面的聯絡方式去聯絡我 今天要說就是這麼多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幫我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加入會員 每個月一杯咖啡的價錢 就可以支持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 現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還多了一個Thanks的按鈕 給大家支持這條影片的製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